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1月9号礼拜四 那么今天大盘出现一个震荡 大家在想说 昨天那个量补上来了 今天是不是要带着量持续上攻 那好了今天量又缩下来了 我看到昨天部分的股票 这个外资在那边这个砍得蛮凶的 所以法人的态度其实在后面 我们看到这个筹码的关键因素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最近的融资也有在增加 意思就是说大家好像信心又回来了 尤其像AI概念股 是不是开始要进行一个 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 但是AI我看昨天的一些 AI重要的重点股票的当冲的比率 都有增加 都来到大约是60%左右 将近就是超过一半是在做当冲 所以它量会冲出来 那么为什么要做当冲呢 因为大家都怕说 万一不小心突然什么 国际股市有什么变化还是怎么样摘下来 我不如今日是今日必 所以干脆做个当冲走人算 当冲分两个 两个方向 一个是先做多 然后再卖出 一个就是先空再下来补 那好 那既然是有当冲量 那为何大盘今日突然量又缩下来 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现在是要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还在观望 什么叫观望呢 原则上第三季财报是陆续丢出来的 但对财报的反应 大家会不一样的关乎到各股的筹码 我有讲过了 如果现在法人筹码在里面比较多的话 你得看是什么法人 比如说他是投信 投信有没有大举卖操 因为投信基本上他就是要作帐 那么以第四季作帐来讲的话 就等于叫做年底作帐 好吧 那集团股的作帐行情呢 我认为到目前还是有这个轮动 但是你会看到相对的前方已经上涨的这些所谓集团 旗下这些股票它已经攻上去来到高点 然后如果对应它的营收跟获利 如果股价不对称代表我就是什么 我营收获利没那么强 但是股价已经先涨上去了 这时候会面临着修正 而且修正幅度它可能会很大 所以呢大家来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第四季 如果你不是属于当冲类型的投资人的话 那么你如果要报的这种要做波段 做作帐行情的话 那基本上面对震荡行情 你应该要视而不见震荡行情视而不见 为什么你只要震荡下去你就会担心 你可能会把手中的股票出掉 然后它持续往上带 震荡完毕就持续再攻高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现在盘面上出现不少这样的股票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最近投信有在进场的 只要是刚进场没有多久的 这一群股票呢 都是很有机会在年底要去做上的 尤其是我形容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觉得说每个月在公告营收 就还好嘛 我们是要看筹码 我们要看技术面 或者是每一季用公告财报 这个也还好吧 我们参考参考 最主要是看哪一 然后股票比较活 但是你就错了 我要跟大家讲 前面的上半年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不管是技术面也罢 不管你要看题材面也罢 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无机之谈的往上攻 但是来到了第三季结束 第四季的11月 我再提醒今天11月9号 那11月9号 原则上就是14号 我们要全部公告第三季财报 这是很明朗 非常明朗对吧 那我就要跟大家来比一比 比什么呢 比那个获利能力 第一件事比获利能力 第二 我们来比那个法人现在在进驻的 他有没有机会在公 我要跟大家讲 你说完全没有法人就不会公吗 也不对 也不对 因为整个市场的氛围会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形容一件事情 如果投信 我最近如果加码的话 原则上你看投信持股 比例不高的话 请问你为什么要加码 你为什么对这个股票特别青睐 你为什么最近才大买 那原则上就是 你如果没有看好 他今年的获利层面的话 你不可能进去 而且他有题材性 等一下我会举例给大家听 好吧 那这个行情是这样 上上下下的 今天最多跌了59点 上涨曾经攻上去涨了18点 16759在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说11月份要挑战 万七有没有可能性 是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震荡幅度也不大 结果震荡下去打下去 不过跌了59点 在16680止住以后 我现在又开始收敛 收敛跌幅 好 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 最近投信有再加码一些股票 然后呢 获利能力不错的 首先呢先来看一看呢 我先来问一下 这个股票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股东前潮都有说过 我说他其实如果跌到100块 就是三位数以下的话 真的可以注意 为什么要真的可以注意 第一个 他的获利能力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知道吗 最近啊 最近的投信 就是昨天啊 昨天投信啊 突然去买了1000多张的中华车 昨天中华车是 昨天好像感觉要往上攻了 就到988这个地方 突然停下来了 来 然后就大家发现 奇怪 为什么攻上去呢 就收在97块半 结果今天 一百 他上来一百 前方的这个反压区在102.5 今年创造出的高点在114.5 我先问一下 你知道他的今年的前三季的获利吗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获利 我把这个第四季的潜力股 我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以汽车股的话 今年是超赚钱的 我先讲 今年很赚钱 那么 那么今年赚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来看一看 有关于中华车 前三季 赚多少钱 八块 中华车前三季赚八块了 那八块的话 现在股价刚到一百 去年 当然这个是要任劣亏损的 这是赔了十四块 从赔十四块 EPS 到赚八块 我天哪 这天大的转变 第一个 难道不值一百吗 我先问大家 有没有值一百就好了 这赚八块钱 前三季不是全年 前三季赚八块钱 然后车款热卖 大家也知道这个MG MG的车子是热卖 大家都形容一件事情 说那CP值蛮高的 也不贵 那配备还很多 所以为什么MG的车子会大卖 所以基本上就来自于价格优势 那既然中华车他赚了八块钱 那我就思考一件事 他属于什么集团 育龙集团 好了 育龙集团是吧 所以在集团 集团坐上里面 但一定首选一定是 获利良好 然后筹码比较稳定的 来看一下 中华车现在目前股本是55亿 他有没有符合中小型股 就我们的观念来讲的话 在50亿以内的都属于中小型股 叫中型股 小型股 对吧 他在55亿大约 勉强可以算叫中小型股 因为筹码关键点是来自于这里 大家来看一个点 从这个位置 从高档的地方 开始的外支做调节 开始往下调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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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调到最近 大概就稳住了 然后最近变成谁在加码 打到低点以后 现在变投信在开始加码 开始陆续升温了 所以股价会变什么 步步高的走势 跌破支撑以后呢 开始往上带 就要挑战前面的压力区 在哪里 102.5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办法挑战 如果以今天量能来看的话 今天量大概应该是大于 昨天的量 所以它的近期的量能是有在增温 所以我觉得它有机会去挑战过去而且持续往上走 为什么来自于基本面跟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各位来想一下 那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很多很多的股票 你说高价股我们先不去管它 这些所谓中时户大户在操作的 所谓的高价位的股票 好如果我们先把高价股先放旁边 我们先思考一下 100块附近的股票到底算不算高价 我认为都不算高价 好不好 100块附近的 也就是一张大概10万块左右的股票 它都不算高价 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 当高价股在带动的时候 你一定会把中价股给往上带 所谓的中低价位股票也有可能往上带 所以它形成一个效应 今天的高价股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就会带动所谓的中低价位的股票 这是必然的 而且第二 第二我讲过了 如果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财报发布以后 或许情况会不一样 那都是来自于筹码的改变 所谓的筹码改变可能有一组人 比如说外资 我现在手上持股蛮多的 现在必须要调节 我就开始往下卖 卖卖卖卖卖 结果我的财报利多 居然挡不住这个卖压 你说这样要不要挤 我说一点都不要挤 为什么 等一下我再说明给大家听 好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会找到 非电族群里面 其实有一些怎么样 它的获利非常良好的 而且股价有机会往上走的 投信正在买的 这种像中华车这一类股票 就是非电的族群 不是电子股 好 那如果不是电子股 最近的电子股不是很夯吗 如果我这样子来看的话 应该理论要去看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你看一下 等一下 昨天 昨天的伪创 我给大家看一下昨天的高点 昨天高点101.5 101.5 就供上去100块 收盘收在哪里 97.3 大家会觉得说莫名其妙 不是要往上供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子吗 那往上供还停住了 站上月线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站上月线 对呀 站上月线 好了 各位请想象一下 昨天的成交量有20万张 哇 昨天的当充量有60% 十几万张 好当充量有60% 那么这样子来看 融资昨天又进去伪创 进去增加了1万6 低档 我不怕 是不是这样子 昨天整体的集中市场里面 我们看到融资余额是增加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认为在低档了 而且在11月份 其实应该好操作吧 好了再看今天的伪创 我再请大家看 今天会出现量缩 请问为什么 昨天当充有很多人 没有占到便宜 昨天有20万张 今天有没有20万张 没有 好不好 没有啊 那昨天的量 你看到光伪创的量就出来了 所以呢 昨天的大盘成交量 也是因为当充 比率拉高了以后呢 大盘成交量也出来了 今天反而 比较没有这么多 在当充的情况之下 大盘成交量也缩 但伪创来看一下 震荡幅度好像没有昨天这么大 昨天有多大呢 最低94块 最高101.5 你看看这是不是这个当充的好家伙 哇 政府有够大 从94到101.5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定会吸引 好啊 那今天为什么比较没有在吸引呢 大家看今天好像比较稳 震荡幅度没这么大 开高以后呢 来到又是100块的整数官 100块整数官又开始压回 各位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占上100 伪创还仍旧是属于短线操作 我再讲一次 他如果没有占好100 他就是短线操作 因为他有一个政府出现 好了 那相对的 我们去看 所有的股票里面呢 都有集团 集团的色彩嘛 那今天伪创 他是一个集团 对吧 那我来思考一下 那最近那个广达集团呢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广达 今天的表现 来大家来看一下广达 今天他们比较稳定 最低213.5 最高218.5 现在目前的位置在218 录影的时候 来请看广达昨天的表现 广达昨天收在215 昨天最高220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是不是慢慢的挺进 而且低点 墊高 所以我杀下来的时候呢 我是墊高的 我没有回测原来的低点 那么发现一件事情 我也同样呈现量缩 好吧 我同样呈现量缩 但最近都谁在卖呢 最近是投信在卖广达 外资在买广达 哎呦 这反过来了 你看AI概念股里面的 土洋对坐 是完全两样琴 广达好不好 广达蛮好的 旧广达 这个未来的走向 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除了AI之外 他还有车用 这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所跟大家形容过的 如果广达的股价 能够稳定的持续的墊高 也就是低点 持续的墊高的话 那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 就开始墊高 慢慢的量能不要太大 开始往上电 好 这代表一个什么 AI他在反弹 他不是V转 他不是V型反转 他是正在反弹当中 他没有破坏他的反弹格局 好第一件事是这样 所以我们待会比较放心说 如果持有AI的人 你现在的希望仍在 今天才11月9号不是吗 对 但是 等一下 但是 我们很奇怪的 在讨论一件事情 昨天这个 涨停板的股票 这是我今天股动前操 早上9点40分 在股动前操盘中解盘的时候 佑达主持人问我说 那华泰怎么操作 我觉得是可以 准备做一个调节 大家来想一下 昨天涨停板 今天居然没开高 他今天居然开48.5 开低 一个强势的股票 昨天强势的股票 居然今天没开高 他会碰到什么情况 就代表他有卖压存在 所以你看这是两样情 即便是公告了所谓的 获利面 那么因为筹码比较乱 在里面就会有人去倒股票 但是这种股票 我要跟大家讲 这种股票倒下来 法人的杰作 那么法人的杰作 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手上 如果股票说里面 我法人有很多 比如说外资现在目前很多 那就要看他态度 他到底倒还是不到 有些外资倒股票 他是很狠的 所以基本上 有时候我们观察一下 不一定说他现在倒了 我们就完蛋了 什么意思呢 后面还是会有人买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 也就是说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 明明获利状况很好 却功高以后会倒出来 那到底什么原因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好 我现在回到那个 非电族群里面 再给大家看 提维希 提维希 我今天开盘 40块开出来以后到40块半 好然后呢 就早上就一线 怎么会突然打下来了 是因为获利状况不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提维希 提维希 今年前三季2块5毛1 去年全年2块9毛1 重点在他的第三季好不好 他的第三季赚了1块多 1块多呢是加总起来跟上半年赚的差不多 来想象一个空间 第三季其实是AM的 忘记吗 不对 是AM的淡季 居然第三季的每股获利1块多 所以呢 如果这样子来比较光是1季呢 就几乎是今年全年上半年的获利 如此一来你会看到 我来帮你算一下好不好 0.4 什么 再有0.4 再赚个0.4 他就会到达去年全年的获利 各位 如果在第四季会赚不到0.4吗 这是我的大问号好不好 这个大问号就是说 奇怪 他第四季赚不到0.4元吗 第四季处于旺季 好了 那重点就来了 那如果以提维希本身来看 非电族群来看 今天一定有人去倒股票 把他倒下来 好吧他在高档对吧 错 他在低档 啊 高档在这儿 46块8叫高档 当时出现了5万张的量 当时在攻击的时候呢 我们看过提维希 曾经表演过11万张的量 当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当冲客进来 然后进来了以后呢 创高以后拉回来 这一段休息了很久好不好 那休息非常非常久 我跟大家讲啊 现在的股价位置在哪里 在季线 各位来了 重点来了 你去看哦 今天量能在放的时候呢 突然呢 我本来在这边整理 整理我突然放量 是往上攻 进行突破 碰到哪个点 碰到前方的反压这个位置去 好吧 前方量大不大不大 但今天量能有没有放出来 放出来一万多张 是不是 好了关键点就在于 是不是外资到的 投信不太可能会到 因为投信 目前没有什么持股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他今天必然又吸引当充 各位我来想象一件事情 既然我的基本面是良好的 所以当我在震荡完毕之后 我有没有机会 再往上震荡整理之后 洗过一波 该跑的筹码跑掉以后 我开始往上走 好 我的看法是会 好 你去看哦 大家我来形容一件事情 如果你先去看AM的股票 到我们过去指标股是东洋 东洋曾经大涨过 那目前为止在那边整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拉回来 打到低点呢 碰到季线以后 开始又开始慢慢谈 那最近怎么样 投信又开始 又开始加回来 又开始买 好吧 投信又开始买 是哦 昨天投信又买回来 1700多张 所以你看哦 东洋的高点在这 90 对不起 86块 86块7 高点在这个位置 前方高点在这里 你有想象过一件事情没有 他是整理完突然爆发爆量 攻上去高点 然后有人做调节了 那我现在拉回来 跌破这个平台以后 现在又回来又上来了 嗯 怎么样可以起死回生 我先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AI概念股 能够这样该有多好 但AI概念股的走法显然不一样 因为前方高点真的超远 所以我为什么讲 前面套牢的慢压 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法人的 现在目前态度 是取决于 我们在 今年我们的获利层面 已经告诉你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营收 也告诉你以后 是不是有机会 拉回休息整理之后 再开始攻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呢我们看到 我刚刚形容过了 刚才都跟汽车 汽车相关的 一个是中华车 一个是提维锡 今天中华车的表现相当不错 那往上持续的进攻 我刚刚讲的讲的讲的 他好像要往102.5的方向 来开始挺进了 注意看哦 这个是因为我们 在录影的时候是在盘中 所以在这个位置 他是102.5的短线 攻到这里的时候 他是拉回的 拉回跌到什么 100块以下 可是这时候呢 我们的获利还没有发布 所以开始慢慢往上挺进 投信开始加码 所以他变成什么样子 我来挑战前方的反压 一旦让我挑战过去了 他会碰到一个情况 我如果过去了 我下一个就要挑战这里了 为什么 我赚8块 8块打底 对吧 前三季8块 所以我今年全年 应该是多少钱 我们假设 他是可以赚一个股本的 请问这样子像话吗 赚一个股本的股票 他现在目前100出头 这样像话吗 不像话 太不像话 是不是 我们要跟大家讲 就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有中华车 你是续报就好了 不是吗 对啊 所以你看啊 我为什么讲震荡 我完全不要理他呢 你看前两天的中华车 上去就下来 上去就下来 对吧 那我是要摆明 我是跟你洗啊 什么意思呢 没有信心的请离开就好了 你就不要坐这台车子了 你就换别台车子去坐 没有信心的 麻烦离开就好了 所以会变这样 所以你洗洗完之后呢 我觉得偶尔去看到这种震荡盘式洗盘 你可以洗出一些福额 洗出福额之后 载工力道就会比较强 载工力道有时候靠法人 那甚至我讲的 公司认为说我们家公司 你是老板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现在当老板 你是某一家公司的老板 你说你中华车的老板好了 请问你你现在会卖股票吗 我在问大家 我到底要卖什么股票 你告诉我 我们公司获利这么好 我明年搞不好更好 我为什么要现在卖 而且今年的集团作帐行情 有的已经动了 已经开始动了 有的还没动啊 集团作帐是这样的 你不是说我整个集团 大家一起动 有些股票特别突出的 题材性丰富的 他就会开始先动 开始先拉 到最后怎么样 一定会剩下什么 我基本面非常良好的 我动的幅度不大的 这种股票呢 就会在最后面来动 他一动啊 就是这样 我整理完之后 我开始我发动 就一鼓作气开始往上攻 我觉得时间点还没到 什么时间点还没到 因为现在在11月9号 好不好 9号等于明天 我们的营收 就会全部都发布了嘛 所以呢你看 有些股票是往下压 先往下压 先往下压 然后开始弹跳 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行情 所以很妙 大家会抓不住这个行情 我到底该怎么操作 那接着我看 早上呢 去股东闲潮 当然我有说明了 说伪创 伪创集团 我会选择什么股票 我的首选呢 会摆在微软 为什么我会摆在微软 奇怪你不是摆在AI 那摆在微软 微软是一个软企的 外包委外服务的公司 我们通常归类为 资讯服务 好不好 资讯服务 好看一下 微软的前三季赚了六块一毛三 去年全年赚了八块三毛三 这样子算一算呢 如果第四季赚个两块多 那理论上可以超越 超越到什么 去年的全年 即使无法超越也跟去年差不多 我就假设他今年赚八块多 我假设他今年赚八块多 大家来想一下 偽创到底是多少钱 偽创今年上半年 还好 对 那第三季财报还没发布 应该快要发布了 那我这样算一算 他应该第三季跟 第三季跟第二季会差不多 大概也是一块多 所以加起来大概三块多 我大概算法是前三季大概三块多 偽创 偽创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思考一个关键点 什么叫关键点 大家请看 我给你讲过一件事情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重点 第一 你有没有看到微软在近期 我这边如果拉一条线过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原本是支撑 对吧 原本都在这个地方当支撑 突然跌破 有没有看到 我被突然跌破 好不好 这原本的支撑被跌破了 就打下来 创造了一个第一点 叫105.5 接着以后 你发生什么事情 一直往上走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直往上走 就站上季线 好吧 那你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他有办法这样放量往上走 然后呢 我再把图形缩小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中长线 偽创的股价的位阶还算低 好 第二个他重点在 他股本只有7.2亿 看到没 中小型 基欧股 再讲一次 中小型 基欧股 我回到 偽创的 身上 289亿 大型 AI股 那你如果说 用7亿的股本 去跟他比 289亿的股本 你这个筹码有多少 这个量的 量是非常 非常大的 所以我 我讲个关键 当初如果大家 不来乱的话 那他量会缩 好不好 我也不能说你乱 就是说 当初如果这个当初量把它拿开 那么六成当初量 哇塞 那量剩下多少 但伪创好不好 我觉得伪创的明年会不错 好不好 明年会不错 但是你看喔 好来再看啊 再看一次 哎呦 等于我还在这个位置 还在那边混 我又还没占上100 我讲的占上100 是要连续占上100 不是说我今天碰到100 压回 我碰到100再压回 碰到100再压回 那不叫占上100 那叫触及100 好不好 昨天就来到了100以上 结果被压回 对吧 今天又碰到100 结果又压回 那何时伪创能站上100 开始转强 因为100是个整数官 三位数跟二位数有差别 好不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说 那理论上 你说说 我现在真的有伪创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要续报啊 对不对 你现在如果有伪创 除非你现在是赚钱的 代表是你低档就去买 你敢在低档拉回来去接 好不好 那当然可以去留了 所以AI概念股 我认为 他的反弹 他的反弹的这个格局是还在 他在反弹当中 他不是反转好不好 他还没有到反转的情况 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过去 有常跟大家追踪的 我说像金城科这一类股票 再请大家看一次 你知道为什么会提金城科 这重点 非常重要的重点 请大家好好听 来 请看一下 我再给你看一次 请问投信跑掉美 投信都没跑 对吧 以筹码来讲的话 投信股票都没有跑 但金城科一直在高档震荡 他的高点出现在65.5 来65.5 我现在找一下档案给大家看 我们刚刚是不是前面看过很多 这些股票 他的获利面都非常的好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赚钱的公司 不赚钱的公司 来 华兴集团 金城科 你现在放眼过去 哪一档股票 今年前三季算最多 金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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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他有没有扩产 他有在扩产 好不好 金城科 他是不是走车用 对他在走车用 所以呢 如果走车用 今年有一个标股 你一定还记得 他要定领投控 但定领投控的获利 有金城科好吗 没有 但华兴集团的金城科 投信如果没有卖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他都在高档整理 就即便是震荡 他都在高档 所以他的股价是有手的 他的获利是支撑拉回的股价 这样大家懂吗 我有五块多摆在那个地方 前三季 我都摆了五块多的获利 在那个地方 你这样震荡下来 如果一个大幅震荡下来 他很容易吸引 资金进去 那好 投信都没卖 投信在等什么 那我问大家 投信到底在等什么 等年底作上吗 所以近期的整理 是为了将来的开始进攻吗 我认为是 所以你有金城科 我倒认为 你先把他留的就好 好 就我来看PCB来讲 今年获利层面 相当不错的股票 所以各位 我们讲到了现在 我们对于未来的11月的行情 我现在目前是趋于乐观 为什么我讲趋于乐观 如果你去看这个在行径的方向 你会走一走 你会觉得说 哎哟真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集团股票 难道这里面 我们要找到标的吗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好了 礼拜二我在股东前朝 讲广达集团 那广达集团里面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大概会选 那个股本最小的 鼎天 大家看一下鼎天 现在五亿的股本 鼎天 突然就拔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讲 中小型股票 他的生命力很强大 他在整理整理 突然买盘一进去 有时候那个根本买不到股票 我先问一下 五亿的股本 走车用概念 今年转亏为盈的鼎天 如果是广达集团要坐上 难道不应该优先选 那种股本最小的吗 有变成转亏为盈的题材吗 对啊 重点就在这里 而不是非常大型的股票 我说母体 他不一定是先标 他一定是旗下一些公司 有题材性的 转亏为盈的 他有可能机会是 先往上攻了 不管了 所以你看看 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原则上中小型股 股票的选择 会比大型股 会来得好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所以呢 各位 如果 如果你现在在行情里面 你不知道你现在股票 该怎么操作 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先加了我们的 LINE的好友 那明天我要操作一档股票 有兴趣的朋友 麻烦各位 请你在LINE里面 明天跟着我操作 明天一天就好了 我带你进一档股票 想要的朋友 直接打要 加上联络电话 好不好 明天礼拜五 我们讲过那种短线操作 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近期 我在布局中华车 还有包括像新日新 这类的股票 都是我在带 我的最快速的小组 这个闪电小组 大家过去有听我讲过 短进短出 有的股票我会留 我留 我认为波段 该做的就去做 所以各位 如果你也想要说 快速获利的话 麻烦各位 等一下就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 明天 要加上联络电话 好不好 明天的股票我带你 带你进出 我不担心11月份的行情 震荡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 那叫洗 抽 骂 把它洗掉 后面再攻 这个叫做 先蹲后跳的概念 AI概念股 目前在进行反弹 反弹人就 这个格局是存在的 我再讲一次 它的格局存在 但是 非电族群里面 会有一些 基优的股票 会跳起来 尤其是现在法人 刚进场的股票 我刚刚已经形容过了 像中华车 再挑战前高 好吧 那么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LINE里面留言 再说一次 明天要队长带你操作 短线标股的 麻烦请打 要 再加上联络电话 明天队长带你操作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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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